最后你就是把按钮做出来 那上面我这个是自己加上去 反正你就是用复制格式 然后自己再把这个框一下 用那个这个框 就是表格再框一下 最后就把这些相关的东西把它输出 最后做个清除 清除的话 之前我们是整列清除跑个回圈 不过我建议 因为之前的清除是一个一个一个出存格的清除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范围的话 我建议你就用范围物件 范围物件是什么呢 就range 对啊 所以你这个叙述很简单 假设你要写一个清除的话 一你就是先到这个visual basic里面 插入一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那个清除好了 假设我们这边需要一个清除的一个sub 那你就是打一个清除 那再来的话其实就打一行程式就可以了 那个程式的话就是用range 不要用sales range的话就是范围嘛 所以你打一个range 然后瓜虎跟他讲说 我哪一列 我从那个b2 从b2那个储存格 到冒号 哪个储存格呢 f 的f9 这个范围有没有 这样就一个范围 然后呢 点什么呢 清除的话呢 就是clear contents CL 打一个CL 特别只有不是clear clear是清除全部 变成说他连格式都拿掉了 那你要找那个clear 内容的话是clear contents OK 这样都OK了 那其实这个方法当然你也可以用录制聚集 有没有 之前不是有cntl 是不是向又向下 其实他录下来好像有四行 可是你自己打只要一行 对所以我建议 有的时候为什么聚集录制是阶段性的 但没有人一直都在录制聚集 除非真的没有 没有必要 就是像那个资料剖析 那个部分你不会 那你录制 如果你都会的 那就自己写就好了 OK 好 那我们这样写完之后 你就是再增加一个按钮 然后并且把它执行 你会办法清除 这个范围就OK了 那特别之后 以后清除 清理用range 你不要用sales 因为跑个回圈 它会一个一个一个慢慢清的话 那如果范围大 它会清很久 那range的话是一下子就清除了 OK 差异在这里 清除特别注意 就是只有一行 range 刮斧 里面是一个字串 给它一个范围 点clear contents 你其实打完range 点下去它会出现 打一个cl clear contents 这样就OK了 所以第一个 清除自己写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做完 然后并且增加有六个按钮 那就完成了 所以做完就类似像这样 123456 这样OK了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再来 插入一个自定函数 那其实改的方法很简单 如果你已经有做sub 你要变function 只要掌握几个sop 马上就OK了 sub有function就会有了 sub写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说 我如果要function的话 那我们当然怎么样 我们第一步就是要产生一个叫什么呢 数字个数加个函数 所以我打这个ctrlc好了 那我就一样插入一个程序 用方旋 那把名称贴上多两个字 因为名称不能一样嘛 所以我改成叫函数 OK 第一个 第二个 跟你要一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是什么呢 你给我一个原始资料 好吗 所以就这个栏位名称好了 好 请你给我那个原始资料 那就把它放在瓜五里面 它会跳出来 有没有 跳一个原始资料 然后给我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后面部分呢 你可以拿什么 拿那个刚刚的sub 不包含for回去 外面的这个for回去 里面这个for也要 然后把它Ctrl-C 然后呢 Ctrl-V贴 贴上之后呢 记得改两个地方 把SalesA 改成原始资料 把SalesB 改成函数的那个名称 就OK了 为什么 因为前面好像有解释过了 差别就是差在说 sub是自己去抓 那个储存格的资料 那Function是跟 使用者要资料 并且吐回去给谁呢 计算完 吐回去 给自己本身 再丢到那个储存格 所以其实你知道 把这个范围 Fore必开 因为不用跑很多个 我只要跑一个 Ctrl-C 然后呢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来 但是它可能会太突排了 就是往前 所以把它怎么样 再倒车 选起来 shift加上tab 这样子 前面突排 前面是缩排 这边应该是突排还是什么 我看一下 按右键这边有一个什么 编辑 蛮喜欢用这一个 这边多一个工具列 这个叫tab缩排 有没有 这个叫tab shipped加上tab 有没有 OK 所以这个工具列 当然预设是有 只是说它没有帮你叫出来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叫出来 不过没有叫出来也没差 因为它就是这两个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再来就是把这个储存格A的东西 改成原始资料 所以你只要看到 Sales I列的A栏 这边说 改的话记得 刮五不要盖过 这个贴过一下 这个1 然后2这个 贴3再贴 当然如果说你 另外一个方法 取代也可以 如果有很多个 再来就Sales B 改成什么 这个函数本身 Ctrl C 把这个丢到Sales B欄的 改成这个函数 好了 改完了 OK 也写完了 应该知道我在改什么吧 所以其实如果你Sub写好 Function应该也可以 只是差别就是说 哪些东西要留 哪些东西 要把储存格自己抓的部分 透过使用者给你 2回去的话 2给那个Function本身 再丢到储存格 所以我们做完之后 有没有放这边一下 插入函数 然后数字各种函数出来了 他会跟你要一个原始资料 给他 他会帮你算完 向下填满 OK了 就这样子 所以你Sub有了 Function应该就出来 只是说 那个顺序 目前当然你是先Sub再Function 不过未来你也可以 试试看 倒过来 先Function再Sub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只是说可能要花一点脑筋 先把Function写完 再写Sub OK 其他的话就一样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还要产生什么 产生那个非数是个数函数 那你就是再做一次 然后把它改一下 OK 所以其他五个就自己再把它完成 试一下 所以刚刚清除的话 记得Range.clearContents 画面先滑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刚刚主要是用Range清除 第一个用Range 以后的话 慢慢如果你的范围 是很大的一个范围的话 你就不要说像储存格 一个一个慢慢清 那样子会非常没有效率 你要用Range OK 所以我们基本上 用的那个物件里面 目前大概就是Sales 指的是储存格 Range的话 那就是范围 OK 那未来当然还有什么列 还有蓝 其他相关物件 慢慢在补上 然后你会发现 你可以控制的越来越多 自动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可以试试看